我也要建立跟小孩的信任感 就是說紅包拿回來之後 我會在他面前 把每一包這樣拿出來 輸完之後放到保險機 我們會一起做這個動作 哇 對點喔 對啊 對點啊 對點 你頂做點事 然後我女兒就 還要簽很多 而且好奇喔 還是弄我 不是起個派氣啊 準備那個點好奇蹟有沒有 像我家就是放在一個鐵盒而已 就這樣 鐵盒 餅乾盒裡面 梁粉 妳會怎麼 像我我就是 因為我小孩子也很小啊 跟你寶寶差不多 所以我們都是存戶頭 那時候滿月的時候 就幫他們各開一個戶頭 然後就是 所以押稅前就固定存進去 然後也會幫他們做一些投資這樣 就買一些基金這樣 就因為放在裡面也 就是沒有利息什麼的 太少了 而且小朋友買保險比較好啊 對 所以就想說 也是慢慢培養他們一些理財的觀念 妳們會買什麼保險 我都買儲蓄險 妳不是買長照險嗎 幫妳耳接 那耳發啦 那一次而已 OK 所以妳們會買 大部分好像都是買保險比較多 對 OK 那我們要知道了 這個紅包的禁忌到底有哪些呢 禁忌可多了喔 第一個就是紅包金額要雙數結尾 雙數啊 單數 好像傳統大家都覺得單數比較不吉利 就是一 六 八 一 六 八 八結尾 尾數 尾數是八 就跟結婚一樣 結婚也是包的雙數 二是避開四等不好的諧音 譬如說 四十啊 四不行啊 結婚也不能包 譬如說四千這樣 四千八也不行 不行 沒有人在包 機會 有機會試這個數字 來 紅包帶要新的 切勿用去年生夏 對 真的喔 很重要的 全新的 然後紅包帶不封口 這個我不知道 這個為什麼 不能黏起來是不是 她說不能折還是不能什麼 為什麼是可以折 她是不能 封口是要把封口吧 沒有 基本上是不會封口的 有道理耶 這個好運嘛 沒有人在封口的啦 沒有啦 如果兩百就要封口 他只會在裡面去 一百就要封口啦 兩百就要封口啦 這瘋小孩的空 因為怕他們立刻打開會太快了 然後我們聽常 我們聽過瘋麥啊 瘋 瘋奶啊 瘋奶啊 對啊 我敢講 我不敢講 你有聽過封口的啦 是 不過基本上封口是要 反過去 折在裡面的口 不是折到外面 因為它會掉出來 你否則折到裡面 它只前面不會掉出來 折在裡面 對 而且 不好嗎 兩百而已 他要翻一下翻來 用雙面膠 對 OK 下一個是 新年紅包要用 新潮 對 對 這肯定要 現在的ATM過年期間 頂出來都是新潮 對 發免 錢切勿對折 有損踩路 這個比較大家比較可能 這個有點為難的 因為有時候帶小包 你知道那個紅包就是要 對 紅包比較小帶 所以可能就比較 盡量避免 盡量 沒辦法 真的 這麼執意 那沒關係 我還是可以收 我就這樣 推著在對折 推著 對折 對 所以這個是紅包的禁忌 大家做個參考